荒一年住地堡害死保全 女辫子又持毒被判刑 好的老师带你住地堡 但不好的老师却害死一名保全 这名从事直销的19岁女子张凤贵 前年起在脸书账贴选服照 宣称一年带你住地堡 招揽民众投资 一名22岁理性保全五姓术语 人络上他被他怂用 将父亲留下的房产 向地下钱庄业者研计男子 抵押借款250万元 并签下本票 再将借来的钱全部交给他投资 没想到他却拿去吃喝玩乐 偿还自己的债务 保全后来无力偿还债务 再被严妻男子骗签不动产买卖契约 最后就被逼得走上绝路 张凤贵和严妻男子事后被送办 张凤贵一审被判刑一年 严妻男子也被判七个月 而监禁当时搜索更发现 张凤贵的住处竟有五包大麻烟草 法院日前再判他六个月徒刑 和一颗法金18万元订阅 动新闻新北报道